你已经学过比例尺 比如地图的比例尺为1比60万 那就说明AB两点的图上距离比上实际距离为1比60万 如果图上距离是25厘米 那实际距离就是25乘以60万 得1500万厘米 也就是150千米 其实比例尺反映的就是两条线段的长度比 一般的对于两条线段ABCD 长度分别为M和N 那两条线段的比就等于长度的比 线段AB和CD分别叫做这个线段比的前向和后向 M比N就表示比值 特别的 如果还有两条线段 EF和PQ的比也等于M比N 那么这四条线段就成比例 也就是这两段的比值等于这两段的比值 变形一下 就是中间两个数的乘积 等于外面两个数的乘积 比如下面这几组线段 哪几组的四条线段成比例呢 刚才说过 只要是中间两个数的乘积 等于外面两个数的乘积 那线段就成比例 咱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第一个 中间两数相乘得6 外面两数相乘得根号6 不相等 所以不成比例 再看第二组 中间两数相乘得30 外面两数相乘得40 也不相等 所以也不成比例 接着看第三组 中间两数相乘得2倍根号15 外面两数相乘也得2倍根号15 这两相等 所以成比例 再看最后一组 中间两数相乘得12 外面两数相乘得2 不相等 所以不成比例 再强调一遍 要判断四条线段是否成比例 你只要看中间两个数的乘积 是否等于外面两个数的乘积即可 说完了成比例 再来说一个特殊的概念 比例中向 那啥是比例中向呢 简单的说 若A比C等于C比B 那C就是AB的比例中向 也就是这个比的后向 等于这个比的前向 我把这个式子变形一下 就是C的平方等于A乘B 这就是比例中向的性质 也就是比例中向的平方 等于前后两个数的乘积 利用这个式子 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计算了 比如告诉你 C是AB的比例中向 并且A等于5 B等于15 让你求C 利用刚才的性质 就可以得到C方等于5乘15 也就是75 算出C等于正负5倍更号3 说完了比例中向 我再来讲一个特殊的比例 用C点把这条线段分成这两段 如果短的CB比上长的AC 等于长的AC 比上整体AB 那C点就叫做黄金分割点 AC和AB的比值就叫做黄金分割比 简称黄金比 其实这个比值是一个定值 咱来给它算一下 不妨把总长设为1 假设这段长是X 那这段就是1-X 根据黄金比的概念 短的比长的等于长的比整体 你就得到了这个方程 解得X等于2分之根号5减1 或X等于2分之负根号5减1 因为AC一定是正数 所以答案是2分之根号5减1 那AC和AB的比值就是X比1 也就是2分之根号5减1 这就是黄金比了 好了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我就给你讲了比例的几个概念 若前两个数的比值等于后两个数的比值 那就是这四个数乘比例 特别的 若这两个数相等 那这个数就是前后两数的比例中下 并且它的平方等于前后两数的成绩 除此以外 我还给你介绍了黄金分割比 也就是长的比上整体 等于2分之根号5减1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就速速去刷题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